哈囉大家好,我是冰德 那我看留言說有人不太理解 二一套刷小命那一個影片是怎麼樣運作 那我就做影片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用那個套路 你必須首先要有一個 聚集鍵盤或聚集滑鼠 因為你必須要卡住 吞噬這個效果 才可以達到速刷的 最快效率 那如果你是用手腕的話 可能也是可以啊 就是你邊走你要一直這樣 一直觸發吞噬的那一個 也是行 不過可能就完全沒有這麼的摳腳就是了 然後那一套最原始是在凱恩之腳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註解裡面我會放連結 你可以去刊討那一個 影片的連結 那他原本的套路的話 是把手這個部分 換成吊屍手 就是你當你換 帶著那個傀儡的時候 操作魔像這一隻的時候 然後他會自己產屍體出來 每秒會自己吊屍體 然後因為我覺得我想要跑快一點 所以我把它做一個稍微的配置 是我改用穿行鞋 增加跑速這個部分 然後 然後 王者介於這個 冰寒大地 如果你覺得 秒數在刷戲機上有點刺激的話 你可以改成有一個延長一秒的這個 這樣你可以多兩秒的空閒時間 然後這一個套路 最主要還有一個功能就是這一個 四槍數 然後我們選用的是這個符文 目標昏迷三秒 那因為克里斯兵的效果 他是對敵人產生緩速以外的控場的話 會增加三倍增傷效果 所以就是傷害變成四倍 就是100% 300%然後變四倍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這一個 先讓 因為他們傷害計算是先讓對方昏迷以後 才會去計算傷害 所以 只要你這個東西打到敵人 他就會計算克里斯兵的傷害 那我們版面配置就很簡單 我們 雙爆 稍微去堆疊 然後 暴力傷 不必要 可有可無 然後重點的話 是冷卻的時間 我們希望可以堆疊高一點 這樣我們在使用 這兩個技能的時候 防者接雨跟 寫魂分體的時候 可以把速度 就是冷卻時間降低一點 就是會快一點 那物理傷 就是從項鍊跟子弟 這兩個去提取 然後 吃槍傷 就是肩膀 跟身上 這兩個 去提取 然後 欸 好 死敵的話其實是要帶暴率的 可是我好像是隨便帶一個 我看我沒有別的比較好的 恩 物理傷的 喔 好 沒關係 反正我就這樣就好 然後 因為今天是測試 然後所以 我把巔峰部分全部點掉 然後 讓大家去看 就是在你如果初期 你只有這樣的傷害 然後 就大概一百萬 或八九十萬之後 你怎麼樣去打小蜜 然後我們就試試看吧 然後他使用很簡單 往前 看到敵人以後 你就 一直打 你可以順手 找找 左劍 左劍 左劍可以招法師出來 因為 我法師選用的符文 是會掉屍體的 那 就是效果結束或會掉屍體 那我吞噬呢 我是使用 吞噬一個 就是吞噬我的魂 會把我的樸種給吞噬 然後我可以 增加回能 那當然那個沒有必要啦 其實我主要的目的是 就是混淆不是我主要目的 我主要目的就是把讓法師快速的死去 就是技能消失 然後他馬上變成屍體 然後變成屍體以後 那我就可以觸發 二一劍的兩劍套效果 然後這個時候 比如說你現在遇到 我會遇到一個第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沒有屍體 然後我們技能在准確中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一直按左鍵 然後你左鍵跟右鍵同時就是點了敵人 這樣怪就會被清空了 很簡單吧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每次記得 我們可以用瞬移觸發那個 屍體出來 因為我血布是帶有會產屍體的 血布會帶有會產屍體的 然後我們就繼續往前 然後我們看有精英我們就觸發他 然後剪點東西 很簡單 然後有時候你可以主動去點石槍 就是有時候左鍵也可以主動去點精英 這樣可以快點把精英給殺死 因為精英才是我們快速刷CD的來源 小貴都只是幫忙協助推進度而已 然後有時候如果遇到這種狀況開始沒大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沒有錢的時候會容易死 所以就稍微閃一下 然後等CD的時候打一下 然後你這樣 我打死一族精英 然後我就可以刷C10秒 然後我們再繼續走 然後我這邊有精英了 然後我們就打他 那比較危險的是有時候比如說遇到強橫 那強橫的話他的血量會比較多 而且強橫他不受控場機制 就是他不會暈啊冰啊 所以他無法觸發克里斯兵的效果 就克里斯兵他可能 就只能觸發最簡單的 連緩速都沒幹嘛不好意思 所以他基本上他就是完全不吃你的控場增傷了 OK 然後因為其實小蜜現在 目前在2.6.1這個patch之後 對於每個套裝的傷害都已經有大幅提升了 所以其實也不一定說一定要用死靈來速刷小蜜 你也可以隨便換一個直接來速刷小蜜 都是可以的 嗯...怎麼往前走 喔!敵人死了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一場小蜜 然後我們... 欸!我還找什麼 T OK 所以這邊 大概就示範完怎麼樣速刷小蜜 當然就是邊走 所以邊走邊講有點不太習慣 那其實應該 算滿更快就可以結束這個小蜜 然後你要記得我們 要帶的東西 來連納 就是你在寫魂分鐵的時候 根據你的魂能上限 變成提高你的傷害 然後施舉肩膀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會堆疊20次 所以傷害會變成600% 600%的話就是7倍 對!它會給你7倍的增傷 然後再來可以吃冰 然後滑界 因為我們要五件套 然後穿一件 那個穿行鞋 要觸發效果 然後元素加年華 然後元素加年華 如果你覺得沒必要的話 也可以換說 比如說 喬丹 物理喬丹 因為那個四槍是物理的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 比如 貪男子劍 有些人會想要剪錢遠一點 然後這樣觸發群暴魔 剪錢的部分會比較安全 因為我們戴黃金曜帶 沒有錢的話我們就很容易因為失誤就是猝死 然後項鍊的話就是戴物理的 然後暴擊暴傷 雙暴為主 物理雙暴為主 或者是物理 然後滿暴傷 然後加上那個軍傷也可以 然後因為物理的項鍊好用之處在於 現在比較長打的就是那個拉斯瑪速刷嘛 Blade速刷100層以上 然後那個套路的話 也是用這一個 觀鈴符然後也是物理的 因為召喚的法師是物理的 就是這一個 所以說 所以說你有的話會很方便的拉 好 我按到技能了 好 所以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大概再打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機體就是這樣子了 其實也很簡單 你只要介面上不要 不要差太多 你可能你不要說才剛創的角色 然後就裝備都還沒騎 所以說想用這套來打 其實也是可以啦 因為其實死靈他 他設計有點 逆天的一樣 就是在於他的十槍技能 他這個 1750%的物理增傷其實有點強大 畢竟這個是一個課金角色嘛 大家都花錢買了 所以不強大家會不開心 好 那我再試一次 然後記得進門 然後我們卡住我們的吞噬以後開始走 然後遇到地獄精英 好 可以開大 然後兩個大都開 然後同時點金 然後就地上撿撿東西 然後就一直走 撿撿東西 所以 然後你看 因為我現在沒有撐 其實我在沒有撐 暴力的情況下 傷害也是足夠 那個暴力 剛剛看面板 我暴力大概30幾而已 所以 其實已經足夠了 對於這個小命的層數已經足夠了 然後像比如說哥布林 哥布林他其實也算是一個 可以觸發引進的效果 所以哥布林也很好 看到哥布林我們也很開心 然後像這種建議記得要主動 用你的右鍵去點屍槍 這樣會打比較快一點 然後每次CG到以後 你就一直按 然後左鍵部分就只有在 你沒有大的時候 然後你 地上又沒有屍體 你就是判斷你發現 你空中沒有東西在飛舞的時候 就是沒有屍體的時候 那時候的話就是 就是多點一下你的左鍵 然後平常的時候 你完全不需要動用到你的左鍵 就是你平常就是動你的右鍵 然後往前走 然後看到敵人 然後點右鍵點他 然後就一直走 然後平常小怪就讓那個 閃槍去打就好了 然後你只要主動去點精英就好 然後看這樣子打 點到 打 OK 然後我們就是隨便走 看看哪裡還有精英 然後沒精英 OK 好 那我往上走 然後地上錢就隨便點一點就好了 反正只要確定你有 那個有剪錢的那個特效在右下這邊 不要死就好了 因為這個打到死了很尷尬 OK 好這樣就結束一場了 然後這圖還蠻好的 蠻好打的 精英很多 喔精英就是了 OK 這樣就結束一場了 就是它其實不算難操作 可是前提就是 可能對於沒有繼續鍵盤 這樣的話你就是 我的設定是在W上設強制移動 那強制移動的話你可以到設定 然後鍵盤設定裡面 有一個這個 強制移動 那你可以按在 space 空白鍵上 W鍵上都可以 然後這樣的話你就按住W 然後人物會隨著你的指標要動 然後因為剛好W上面是你的 技能鍵 1234 這樣你可以一直按著 你可以按著吞噬 你可以連點吞噬 然後 這樣也是可以出 同時可以 一樣可以同時做到就是 不用 用聚集鍵盤 聚集鍵盤或聚集滑鼠的功用 比如說我現在不用 然後我就是 等一下沒有敵人 那我死 嗯 好沒有敵人 啊中間有敵人 我去中間好了 比如說我過來 然後開大 然後我就是一樣 我連點 連點吞噬 可以達到一樣效果 就吞噬現在是用手按連點的 這樣效果是一樣的 然後因為這個 套路好處就是 當你只要地上有屍體 然後它就會去產出更多的屍體 就是打 用槍 屍槍把怪物打死 然後怪物變成屍體 然後屍體後又變成屍體這樣出去 它就是一種一直循環的套路 所以這個套路我覺得還蠻輕鬆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套路你 不習慣的話 當然你可以嘗試說 最一開始 我有一個打小蜜 大蜜70的那一個影片 就是那個是 最一開始 大家不要常常拿來打那個 小蜜的套路 就是用 帶引劍啊配輪迴 或者相反也可以 然後用那個魂法 用魂法去打 然後那個套路也是可以 那因為我 那個套路缺點就是 呃怎麼講 如果覺得沒有那麼輕鬆啊 因為那個套路 畢竟也是要等魂能 那有時候 突然魂能一乾的時候 那就很尷尬 就是你會突然猝死倒地 然後今天介紹 大概在這邊 那如果還有什麼 想要介紹的話 或者是有什麼 不明白的話 麻煩你留言給我 然後讓我知道 好謝謝大家